女子怀抱黑衣男嫁开两人 但情敌被打气得回呛 我忍你很久了 这句话又惹毛对方 黑衣男把女子甩到门边 又做事动手 原来冲突起因 就是她 这位酒店妹年约二十出头 疑似因为劈腿多角恋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冲突 目击的美甲店老板娘说 当时酒店妹到店内做指甲 因为想见前男友把人叫到店里 却发现她跟女性友人要好 先打了前男友一顿 这时些人男友送爱心餐来 撞见情敌就冲上前动手打人 就是她挥拳过来的时候 有被她弄到 自己受伤 劝架的时候被推到受伤 而且被推超大力的 美甲店老板娘 时候吓到躲进厕所大哭 她好心劝架反被推 背部错伤还差气 但对方没道歉 酒店妹也没付美甲钱 背道前男友也挂彩 除了嘴角有撕裂伤 背部也错伤 酒店妹劈腿多角恋 打进别人店里 好心劝架的老板娘 公顷变事主 不但受伤 连钱都没赚到 实在很衰 这段长佩儒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